新北市府积极转型成为智慧的城市 除了积极推动智慧治理 持续学习并与国际接轨 更透过科技提升服务的效能 强化跨域的合作 推动数位平权 让新北市民的生活更加便利 新北市府之律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 而其中推动城市科技化的关键就是大数据的应用 新北市府的大数据中心采用的是 企业级超融合式云端基础架构 可以依照需求灵活调整 迅速因应海量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而且经过精准分析后的数据 会在以视觉化的仪表板呈现 成为市府做决策时的参考依据 大数据的使用上面的话 我们是先优先导入资料治理 实际上为了消除资料的壁垒 我们也成立一个资料治理委员会 统一各局处的资料的规范 然后促进我们各局处的资料 能够共用 形成一个资料壶的一个概念 让各局处在对市政的推动上 在取用资料部分都可以畅通无阻 新北市以安居乐业为愿景 以人为本科技为底 积极尝试运用智慧城市的相关创新应用 与先进科技趋势结合 着重在发展应用5G、物联网、元宇宙、区块链、大数据以及AI等技术 像是在疫情期间 新北市就有虚拟病房的应用 帮助新北市民度过难关 在疫情过后 新北市也将科技防疫的系统沿用 最近打流感疫苗的预约系统 就是在基础上去进行更改 方便民众预约 同时也方便市府控管疫苗的状况 另外也在城市中设立智慧共感 推出行动支付New Taipei 整合5G技术推出智慧驾驶巴士 或是在活动中结合了元宇宙技术 发行纪念款的NFT等等 有耶 我平常都有在用这个New Taipei 而且我觉得它真的还蛮方便的 就除了可以 就跟一般行动支付一样很方便 那除了可以就是缴纳一些 生活的一些罚单或说一些费用 然后它还可以记录我每天走路的部署 而且那个部署可以就是让我参加抽奖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方便的 而且有时候就是如果回答问卷 或者说参加新北市办的一些活动 它还会回馈那个新北币 然后那个新北币可以在这个APP上面 就是乐换一些商品 那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还蛮吸引我使用这个APP的 新北市府运用将AI导入1999 提供智能客服等服务 让科技融入城市治理 落实到市民的生活日常中 同时也一直在协助产观学界解决困境 发展商机 打造具有数位韧性的智慧城市 以达成新北市安居乐业的愿景 记者零零姐新北采访报道